從這個片段上可以再通過他的片段再講一點 我自己的想法 金貢這個戲在昆曲來說 它是可以說是經典的經典 潰保中的潰保 有源金貢 知道昆曲兩個字的人都知道有源金貢 那麼這個戲的地位 在昆曲劇中當然它的地位是 大家也知道了 它的職高不上 那麼它為什麼有這麼高的地位 對我們表演來說 它為什麼有這麼高的地位 因為它是 從經歷了幾百年 一直到今天 還有各個版本留下來的 是 口傳新手之中 大家看過張基隆老師 看過華為老師 看過慧春榮的 看過南北昆曲的 就是各個方面的昆曲 藝人 或者優秀的昆曲員 都對這個戲 都留下了很寶貴的 那它寶貴在哪裡 是吧 就單單從這個婚 這個經夢來說 這個戲其實很簡單 就是一個女孩子做了一個夢 夢獻了一個她很喜歡的一個男孩子 就是這麼一個夢 那麼這個一個夢 它的為什麼地位會這麼高 所以它是通過這個夢 由夢而生 生了 它由生而死 它由這個夢而死 是吧 後來碰到了 它從做了鬼以後 碰到了夢裡這個書生裡 它由死回生 這個故事就是從一夢而起 所以這個夢 就非常重要 我那時候小時候 我昨天 因為我學小生 第一個心就是 靜悟 大家都知道 那時候我在時期 所以 也是跟著余老師他們 協力不斷到北京去跑公園 那時候有一批 有一批老人家要看婚曲 余老師帶了一批小孩來唱戲 其中就有一個 那時候我們都是女孩子 去八個女孩子跑公園 沒人演小生 同學生 越沒提來越沒提 我說我聲斷不會 唱我們都會 那麼就這麼學了三天 余老師我來教你 就學了你們三天上學 所以這個戲 對我來說改變了我的一生 又回來以後就讓我改小生 那麼這句話 要是五十五年前 所以我經常 我這一夢醒來 不是 因為小生 我就是這麼一個戲 讓我改變了 我以前也唱 《桂門丹》 我唱過《李三娘》 也唱過《尤圓》 唱過《段桥小青青》 我都唱過 後來改的小生 《桂門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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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說這個戲 對我個人來說 也是我第一次接觸於鄭菲老師 因為她是我們的校長 我們也都是仰望她 她也是上大課 都是仰望她而已 就這個戲 她是教我一個人 那麼那時候 我其實只有十七歲 她教我的東西 我今天還能很清晰的回憶 就是兩件事 一個她說 你一定要穿一個後製 每天在地毯上跑來跑去跑去 不然你到臺上跑來跑去 我記住 小生要穿後製 後製代表了一個功夫 後製功夫 他不跟代言 第二個她叫 手眼神法 不 不 她說的手 眼睛要看手 我去記住 眼睛要看手 其實我突然說 眼睛要戴一戴手 不是這麼看手 眼睛要戴一戴手 然後亮出去 眼睛戴一戴手 亮出去 我們指的時候 你看 都是眼睛戴一戴手 不是這麼就看 也不是這麼急 眼睛要戴手 眼睛跟手 他還說 就是一個照片 不要往前走 還得往後退 因為經過裏不是有這個退步 要學會退 這都是我第一次學的時候記住 眼睛和手的關係 交互前後的關係 一直 老實說 說的一個 後體 所以我後來我自己也一直回憶 我從改了小生以後 我基本上 穿著鞋就是後體 我們那時候在學校 吃飯在樓下 在三樓 從發課在樓上 上業務課在樓下 那個樓很高 我們就穿那個後體 跑了 跑了跑去 就當他自己先穿 為什麼 這個鞋很難穿 那穿過後體的人知道 他這麼厚 跟這麼厚 和這麼厚 都是不同 感覺不同 就像穿高峰鞋的女孩一樣 這麼一點跟 這麼一點跟 這麼跟 都不一樣 所以這個功夫 讓我認識了 小生裡的基本 角度 那麼我就說這個 金公當初我跟余老師學 當然我演了以後 也稀里糊塗演 稀里糊塗學會 稀里糊塗演 演完了稀里糊塗 都讓我們回來 為什麼 很多人提議 這些孩子 絕對不能跟你們到 什麼歐洲去演出 那時候演出就是半年了 這個半年一定荒廢了 趕快讓他們回去 一會兒 全給我們趕回來 趕回來 趕回來後就開始 改小生 所以這個戲 對我來說 我這麼講 它既改變了我一身 也是對我來說 認識了余正非老師 就是這個戲 認識 對我這一身來說 還確實這個戲 讓我得到過 榮譽 也得到過很慘 為什麼這麼講 因為這個戲 大家學過這個戲 一定覺得非常美 唱腔美 念來不多 但是很美 他的身段美 動作美 包括他的調度很美 美 除此以外還有什麼東西呢 好呀 就是異境 異境 因為余老師那時候就講 這個戲演什麼 就演一個 撲蘇迷離 撲蘇迷離怎麼演出來 若離若解 這個若離若解 怎麼演出來 都是沒有感覺 他說這個夢境 撲蘇迷離 若離若解 這個八個字 我一直記住 這個怎麼演 不知道 就去想想 不知道 就是按著自己的手演 所以把我去演 演也演 演得很熟 熟到怎麼樣 熟到自己覺得 怎麼 可以放開來 我想 我有多少嗓子 我就這樣演 聲音後來 一點點 女孩子聲音 一點點 有點像小聲了 就自己就拼命 就想亮嗓子 就唱 自己的容量也唱得很響 聲音很亮 欸 一次唱完了 我就聽見 有一個老師在說 什麼人呢 很有名的 傅全鄉老師 他就說 越美劇的唱太香了 這個戲不能夠這麼想 他這句話把我一領 終於把我頭髮這麼硬 我就知道我唱得太香 為什麼太香 想不好嗎 我說 想不好嗎 這讓我想了很多東西 我就知道 這種戲 不是你去顯示自己 不是我有這個眼神啊 我有這個手啊 不是去表現這些 我有嗓子啊 還有嗓子 不是 這個戲不是亮這些東西 那麼這個戲要唱什麼 不知道 有一年我跟華文宜老師也是演的原劇 我們認為自己配合得非常熟練 也非常默契 尤其演到今晚 哎呀 自己覺得演得很瀟灑 結果影機方的媽媽 在書中 她講了一句很厲害的話 她說我再也不要看你們兩個演得很厭 她說我再也不要看你們兩個演得很厭 她講話就是真的很厲害 旁邊我們也不敢講 不好意思 旁邊呢 主上 為啥 為啥 她講 她們兩個演得太熟了 又繞了幾句 太熟 一個太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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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演得那麼默契 我認為默契就是熟啊 熟也不對啊 這就是 就通過自己這種經歷 通過自己這種 藝術上受到的批評 一點點懂得 這個戲到底要怎麼演 後來我真的發現 這個戲 經常做一個什麼 開門戲來戲 為什麼 它很規範 一朝一夕 一個眼神 一個交代 很清楚 所以作為昆曲來說 它經常是小聲的開門戲 我自己就是這個戲開門 開門戲來戲 演到幾十年以後 又覺得這個戲最難演 為什麼 老實講 他沒有什麼情景 這個戲有什麼情景 沒有情景 有什麼人物 沒有人 是吧 他不像許希還有個人物 像麥遊郎還有個人物 潘彼正還有個人物 柳夢沒什麼人物 就在鏡幕裡 你看到他 他是一個什麼人物 有個殊勝 就是一個共性 就是一個非常儒雅 年輕的 女孩子夢中的情人 就是這麼一個東西 這個怎麼演 所以演到最後 有經夢是最難演 一般來說 經夢看條件 就是男孩兒女孩兒 年輕 稍微 按上去 生意還不錯 聽上去 做得牡蠣癢癢 好像 似有似無的 做一做 真不錯 你隔了三年再去看看 他還是那樣 怎麼搞的 你隔了五年看 他還是那樣 你很不滿意 是不是 我不講什麼人 大家心裡都知道什麼人 也不是某某人 很多人都是這樣 為什麼 因為這種戲很容易定型 就把你的心狀做出來 那麼你就照這個框架去演 你演來演去什麼戲 你演就上不去 我們說在表演上上不去 在理解過去的表演藝術上 你上不去 你就演那個框架 這種戲其實 說到最後很難演 為什麼張基青老師 大家會那麼喜歡看 我去年 今年5月23號 在上海跟他穿了這個衣服 在東方藝術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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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是清唱 叫我們去清唱 我想 我高的也 再高的曲子也唱不上去 我就唱一番轉過著 結果張基青老師說 我唱一番批給你對 給你對 給你對 我想不好意思 我唱到你大段 你站在哪裡 不好意思 我說我們兩個就做吧 我們就兩個都去 好的好的 也沒對就上去 我就拉著他上去 我就開始轉高著 沒對 因為那個地方很小 那是個小音樂廳 就是一個小園的 後面都做個樂隊 我還穿了個高跟鞋 我還沒印象 他沒地毯 有點滑 我就使勁地拉住他 因為他穿的平跟鞋 我使勁 就這麼做 做了地方很小 範圍做了很小 他就跟著我做 我們也沒對一個轉身的 就是這麼人 結果我演的時候 我從內心 我會有一種心裡很 自己有一種 很激動很興奮 為什麼我看到他的眼睛 他眼睛不大 是吧 他眼睛不大 他的眼睛在笑 他眼睛啪一個臉 就像粗笛一樣 上面叫粗笛 啪一個電眼睛 嘩 我們當時想 哇 他是這麼表演的 我們以前以為他 一直是瓦瓦瓦瓦瓦瓦 好像四有四五 我這次跟他演了以後 我真是 因為我也曾經在舞台上跟他演過 那是好多年前 這次我就拉著他 他就在我這兒 他這個眼神給你的力量 他有一種熱情 這種熱情 我也是沒有改善 因為我看見她 那我肚裡的氣息都在下面 都是這樣 是吧 她整個眼 她都在眼睛裡 她是這麼熱情的對著你 我當時就 所以 所以 所以我拉着他几个转身其实都不对 因为我们也没对过 其实转身已经都不在乎 这个东西都不在乎 包括最后一个转身他转到那儿去 我就把他拉出来再讲 都不对 但是这个时候都不影响 不影响影响观众对这个戏人 一种感觉 观众都高兴得不懂都站起来 我呢因为一个鞋不行就快掉了 一个鞋很大又穿了个高跟的 意思让我们再来一遍 我说怎么也不是 我这个鞋要掉 所以就成了下去 我说这个意思 我说这个金融也是经验我 就跟他来这么一段 我自己感受 我马上第二天就跟我的学生 讲老师昨天的感受 我说我们以前一直认为 张继青老师演这个戏是非常温文如雅的 我昨天讲他非常非常热情 就像一位女孩子在追求恋爱的时候 她的眼睛中总是在笑 她看见什么都在笑 我就是看见她 我说当时真的让我很感动 很激动 不是像我们的 好像很能的 她很有不是的 我说我要纠正一些 不是说她是唯一的 她也很能的 这次我跟华老师 也有机会在华北那拍了一次 但也拍电场也拍了一次 老师说我们也没对过 一次也没对过 我们这个戏打开是 05年在洛杉矶演过一次 从此以后再也没碰过 这次年 我从她的脖子 脚步 那种样子 我就看到了什么 看到20年前的华老师 华伟宜老师一直为什么让大家那么牵挂她 喜欢她 她到上海 真的是 不能演出 要演出不得了 为什么要喜欢她 她在舞台上让人感觉就是轻盈 很轻的 不是很重 她让你感觉到很轻很轻很轻 所以她这次的 我们几个调度几个走 其实也没对过 她依然那么轻 我想她也不练功了 20几年不练功了 她也不喊嗓子了 她依然这样 这就是说她的艺术的一种 天分也好 她的艺术的感觉也好 已经在她身上 所以她对杜丽良的拿捏 跟张老师也不同 她好像比张老师呢 带一点点忧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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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老师呢 比她再热情一点 开心一点 所以每个人对杜丽良的处理 都不同 但是大家都喜欢她们 她们每个人身上 都有很多的地方 其实她们是哪里来的 是她们的老师 就是说这个戏的传承 是多少代的艺术家 那么活活出来 那么我也看过梅先生 梅兰刚先生的舞台演出 我也看过颜慧珠的舞台演出 我也看过很多前辈的 这个戏的演出 也看过我同辈的 也看过我很多学生辈的演出 这个戏 真正这个戏要演得好 让人家觉得下面的人 这么安静的戏 让人家下面开心 开心 开心 就是 这个戏是很 就是 我觉得她是很难演的 那么她们还在哪里 就是我们初学的人 这个戏应该怎么学 怎么把它抱起 沿着这个方向 沿着这个方向 我总是说 演戏要有个方向 我要哪里走 但是我现在可能走不到 但是我知道的方向在哪里 沿着那个方向走 我就想讲这个 金木 她的一个 这个戏的价值 这个戏在我看到的这些人演的 当中 我亲身感受到他们的一种艺术的一种积累 和艺术的这种表现能力 还有我要讲这个戏 到底 到底演什么 是吧 这个到底演什么 余老师给我八个字 就演那个八个字 这个八个字怎么演出来 是吧 怎么演出来 就像小生看到的单约 啊 这这 就那么几句话 因为我教过这个戏 教过很多 有的学生 是念的比较硬一点 有的念的软一点 有的念的没有音乐性 她都要减分 那么怎么演 怎么也能够把 一个男孩子 第一次开口 向一个女孩子问话 她的是语调语气 应该怎么 因为这几句 这几句 念来很有音乐性 大家应该会念 对吧 啊 姐姐 她有这么一种音乐性 笑声 拉 你去 啊 你去 她有一个 不是 那一句 就马虎了 我们就讲不讲究了 你要讲究 对吧 那一句 一直是一个陆生词 所以要短一点 那一句 就是不曾寻 寻 寻到 不曾 又是一个陆生词 不曾 寻到 寻是个尖字 要把尖字 要念清楚 所以她语调的一个音乐性 为什么 她是在梦中 她是在梦中 给这个女 其实是个女孩子 描述出来的这个男生 是吧 她梦里见到这个男生 是这么美的 语调那么温文荣 她讲话就像唱歌一样 那么美 就把她的美念出来 所以我说念白极其重要 因为一开口就是念白 你念白如果很粗俗 我不说很粗俗 比较粗俗 就觉得不舒服 啊 紧 紧 就觉得这个人不大客气 是吧 对这个一个陆生的女孩子 不够客气 但是我声音又要有力度 又要那怎么办呢 所以这就是一个 一个训练的过程 就要又要有声音又有力度 念出来的语调又要让人感觉很温存 因为你是跟一个女孩子讲话 所以她的音乐系和语言的语调就非常讲究 就非常非常 那么这个系的特点就是中国文化最特的 就是一文一档 对吧 一文一档 你是不是可以跟我做一首诗啊 她是语调 那是素梅凭上 因何道词 是吧 她回答她 我在哪一处陆训练 却在这里 我找了你半天没找到 你在这里 请你做首诗语调 她就这么几句话 她把他们 理想中的一个 男语的对话 就讲清楚 所以这个两个 小生和蛋语 对的两个 首先就是对白 极其重要 下面就是唱 这个 金梦 蛋诀几乎不长 就是一个 合同的两种 主要是小生 那么小生 小生只为名书画文卷 文卷四水 这种都是叫名曲 在昆曲的音乐里头 排的上名曲 转过这首语 它就是中一个 山奏 山奏 前墙 戴前墙 这是昆曲 最主要的曲子 曲调 那么这个曲调 要怎么唱得好 才能达到老师说的 老师说的 今天我主要是讲表演 我就讲一讲唱的重要性 唱的重要性就是 他来唱腔 腔 字 七口 情感 这个情感 当然 要看每个戏都懂 像这个戏 他不少 就像我上次 有那几年 老师批评我的 你就想亮自己的嗓子 就想让你知道 因为河头 跟淡水唱 我一定要听他唱的小 是 啊 啊 啊 嗓子 有多少嗓子 那个腔又高又亮 人家梦境的感觉 我当时没想到 我只想到 我上次要亮出来 这也是对自己一种艺术 艺术理解 艺术观的一个问题 对吧 那么这个腔要唱得很饱满 又要漂亮 我觉得 这个是金木的唱 涅音 那么金木的表演 确实他的表演 也是最规范的 你去看 几个版本的金木 基本上 八九不离十 就是那样 但游远你看 有好多版本 是吧 断桥那是版本更多 是吧 那么他的版本 基本上是这个 这说明什么 他规范 就是南北来说 他的金木 也是 也比较是 基本就是那个框架 就是两个人的走位 我说调动和动作 基本是这个 这说明什么 说明他留下来那么多年 一直是非常规范的 有传承下来的 所以他也是他的 非常非常非常重要的 重要的一个 那么金木的表演 到底表演什么 因为金木这个戏也很 很奇怪 因为我在演别的戏上 我就对比出来 像这个戏啊 他的唱词 他的唱词 第二段的唱词 非常 非常 我们现在说的 很暴露的 是吧 很 Holy Balikos Som 一代话 很暴露 但是他的表演 完全不是这样 我曾经看过 大家也曾经看过 六根牡丹蹄 是吧 他演到这个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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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一个屏风 是吧 那个 那个 柳木梅追着 拉着 追着 杜理娘跑 跑了一圈下去 杜理娘又进来 都望着 屏风后面跑 那时候 排后面在唱 结果柳木梅追到 屏风后面 一会儿把衣服扔出来 一会儿把衣服扔出来 是吧 这就是六根牡丹蹄 我记得非常清楚 我看过两遍 还有一个 就是说 大家对这个处理 都有看法 反正有看法 因为他是一种 比较写实的人 那么 那么 还有 中国 这个歌剧舞剧院 也演过一个寻梦 其实他叫寻梦 他也是演的 明白 武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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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有这段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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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那个蛋卷 花蛋 他穿的是跳舞的衣服 布里娘 在这儿 腰带的地方 有一个带子 这个小声唱到 好红的音 把他啪 一起来 就把他的带子撒一拉 一拉 一拉 他ipp 子 在跳 腹男拿着 就转 走 转到很危险的手 Eddie 他就在快要吊的时候 咬一下 进去 他说 武剧是这么重的 他还挺有艺术性的 vehicle tutto在看的时候 他有点紧张 启仁怎么办 怎么办 他在衣服中 mlier掉一趟 这困局怎么来处理这些东西 启仁主 大家都看過這個戲 人有覺得他一種不舒服或者過分 他非常的溫溫如揚 但是他唱得是非常的清晰 講得很清楚 但他的動作是什麼 大家都去抗一下 一個翻手兩個翻手 兩個人往裡一翻 抗一下叭 我就理解 像這種翻身都要有內容 不是抗一下叭 一概二概兩概 這就是好像是個男孩子 非常親密要去拉他 或者去照顧他 他把手放着 就是这么一个转身下来 转身下来她好像要去抱她的意思 但是昆举永远不碰到 她刚刚要抱她 差一点要到了她的怀里 她挖一下扭掉 那女孩子跑掉 用小派步跑 跑到哪跑到那抬口去 我们怎么 一袋 一袋看 我们把水袖一放 一晃两晃 晃自己的一袋 用水袖一晃两晃 一 一 用小派步跑到她的面前 我们叫扑 是不是叫扑啊 这个扑不是真的是扑 是吧 这扑的时候带有一点什么 打扑的意思 很文明 人家就不懂你这个意思 你问为什么这样 你是去扑她的还是打扑 我如果是打扑 我就很眼睛 从她的肩膀一直从她的衣服一点点看下来 所以手是那么紧的 就打扑 我这个动作呢我也想过 本来做的时候我也打 我直直到漂亮 水袭有漂亮的 好 脚步要漂亮 这个要打一个 嘟嘟嘟嘟嘟嘟 嘟嘟嘟 要扑上去反向吧 就 但是我始终 是觉得保证是个动作 没有知道她内心是什么 是吧 说内心是什么 就是我在 真的是 很多年以后 反复的理解 老师说的 不送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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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似碰非碰 若立若解 好像真的碰到 又没有碰到 又有这个感觉 这个感觉在哪里 在后面两个合唱的时候 很容易表现出来 但这怎么表现出来 这就是你叫 老师教我们动作的人 就是去扑她 所谓扑就是去抱她 去扑她 但这个动作 你成为一个抱她 就显得很粗俗 也不好看 那么 我自己后来理解 我就用快步去走到 就像男人 真的两个人跑到对面 好像 又用很礼貌 很温存 很有 很恭敬的意思 对她一个什么 恳求 请求的意思 那么我们在看到 很多电影里面 男女爱情的时候 总归是追逐 是吧 追逐 女孩子在前面 男孩子在前面 后面看 其实这个戏 也就是这个意思 你看她刚刚要 差一点要拢住 这女孩子一跑掉 那我这后面 水秀一弄 我又跟上去她 真正要跑掉 因为舞台剧都没想到 你这个跑 跑到哪儿去了 真的 她一看你 她 她花一个短分 她又走掉 是吧 我在我家 她又走到 她又跑到这儿 跑到这儿来干嘛 就我去想象 她躲在那儿 花虫 花对她 她又觉得不好 害羞 又觉得害羞 又舍不得跑得很远 真的她找不到我怎么办 是吧 所以那女孩子躲在那儿 花虫 还在 还在 手打鼻子 其实她还在看她 过来不过来 所以我小时候 这么一扑 没有了 就有一个转身过来 也看见她 看见她以后 我们是慢慢慢慢上去 是不是慢慢慢慢上去 干什么 她那时候这样 是不是这么挡着 是这么挡着 是这么挡着 她挡着她 她害羞 那么 小时候是用手 把她的手 慢慢慢慢地按下来 是不是按下来 按下来 按下来的时候 眼睛看到 就是这样 慢慢按下来的时候 眼睛看到 看见她 看到两个人 会心的是 最近距离的 眼睛看到 看到一个 这个眼神表达什么呢 说女孩子 半修 半旧 就慢慢地跟她过去 是吧 就答应她 我不跑 我不跑 我不跑远了 我跟着你 就这个眼神里 她答应她 就这个水修那么 按下来 两个人在讲话 她听懂了她的眼神 她看到了她 她把她拉过来 拉过来看什么 我们是有个最 这个戏最典型的一个身段人 水修 拼捏 两个人看什么 拉了水修 脚痕水修 一块晃 是不是叫晃 我们叫荡漾 是荡漾 从外形的荡漾到她 内心的荡漾 这就像 我在讲 恋爱的 两个手拉着 两个手握着 两个手握着 这时候是最美的 也是她 情感非常非常非常满足的事 那么这个动作 在根据她怎么做 她就变成什么 帮子一约 两个人一块约了帮子 拉了个水修 眼睛看着眼 那时候已经没有画了 是不是没有画了 不讲画了 就心里在这儿 温住我家耳术 的脚和手的脚 一起画 让温柔完全没有感觉 你看 这么一画 你马上感觉了 没有 要没有感觉 但是你感觉是有没有 一个是节奏 要恒弩恒弩 第二个 节奏的荡漾感 所以我们下面这个脚 下面脚要什么 要唇下去 起来 唇下去 看着眼睛 唇下去 就整个让你一种 荡漾的气氛出来 它不是光光靠这个 这个出不来 你看 这出不来 是吧 这像跳什么样 出不来 这个就是 你的脚步 膝盖 腰 脖子 眼神 一块儿 它才能起到这个 所以这个动作 在这个戏里 是一个典型动作 这个典型动作 典型在哪里 就是最美满的时刻 所以这个 经过 它情况下 情感 在最美满的时候 它的一种行动 它会怎么样 谢谢 不是仅仅唱两句 不是仅仅唱两句 我们的巴黎 不是什么 它唱的是这么表现 你看它动作是这么的 这就叫困曲 其他剧种 它确实还 我还没看到 我看到的 刚才说的 歌舞 舞剧 它就是那样 它是那么臭 当然我们 有一个版本 上海冠剧团有了版本 处理这台戏 我也很不喜欢 真的脱衣 真的脱衣 在脱里面 有个整个衣服的 是吧 而且我在想 你小声不见的也脱 这不限量的嘛 不限量的嘛 但是脱下来是短的 也不对的呀 你真的要脱也不是 所以这个不是手段 这就是不是艺术手段 也不是我们昆虚应该的 也不是我们昆虚应该的手段 也不是我们昆虚应该的手段 而且我觉得整个来说 什么剧种都不会做 不应该是这样 你看 武剧尽管比较大的 但它是拿着腰筋子 它有转动一个技巧 它有这种处处 水昆虚绝对不能处处 但是确实我看见我这么处处 所以我觉得是不对的 我就把我自己对的对 这种戏怎么演法的想法 我跟大家一块一块 谈谈感想 是吧 我就觉得 这种戏 它是应该可以 可以从一个方向 就是为什么 为什么 总在这个戏是一个戏 非常诗意的戏 诗情画意的戏 非常诗情画意的戏 你来一个这种工作很难看 是吧 跟这个整个风格相对 那我再换一个戏 换一个对比 我也前几年演过一个叫龙慧 龙慧就是讲一个书生啊 很有钱的一个书生 去看一个歌女 那个歌女也是很有名 但是并不漂亮 但是她才艺很好 她们两个人呢 神教也就 所谓神教 就是这个公子 唱词啊 就像刘勇一样 唱词写得很好 她经常是词 写那么这些歌女就是唱 所以她们都觉得 这人写得真好 所以她们两个人神教 她也知道我那个词 女孩子唱得真好 所以她们两个人神教了两年 没见光面 那次呢 龙慧那次的那个男儿去 去看她去 很有钱 父亲是怎样 很有钱 所以她去看她 结果她那天 那个女孩子生病在家 她母亲说不见客 真好像这个女孩子 她在听说什么人 她说那个学士的时候 什么俞书也人 妈妈 你让她在西楼坐以后 我马上下了她 她母亲 她说我女儿抱病出来看 这就叫人会 她来了 结果两个人看 那个女孩子那 我要想 这是很有名的西楼 那女孩子那天是穿个道路 又是生病 头上炸了 这个扮相 我们就可以想象 她的舞蹈工作 是不是 不想混去 再看这个舞蹈 但是不等于没有 就是你选择什么舞蹈 那是另外一个事 那么 两个人 我就说 这个两个人 谈恋爱 跟柳梦梅 她的意思完全不一样 为什么 这个两个人 两句话一讲 这个女孩子就讲 这个女孩子就讲 我 有句话 我不知道 这么讲的 合适了 那人也是假的 她说 我 对你的事 对你的名话 已经深交了 我非常非常欣赏,如果可以的话,我想嫁给你,他马上自己提出来,而且他也不顾自己身份,他先就讲了,你是凌忘不得了的高门本的公子,我是一个很低贱的歌迷,我知道配不上,但是我要告诉你,我非常喜欢,我很想嫁给他。 这个男孩子一听,他的态度跟他一样,我寻眠了多少时间,朋友啊,爱人,我想寻找爱情,一直没找到,请看你,你就是我的了,我两个人一拍,其实他们在婚姻当中,在爱情当中没有什么挫折,没有什么来来去去,一拍紧,那么也没讲你家里奴地, 我爸爸不同意,我爸爸不同意,我不怕,没有,什么都没有,我就愿意,那么愿意就愿意,愿意,那么我们定情怎么办呢,定情我今天唱一首歌,就是你写的词,我唱给你听,就算我们定情好,就这么唱。 他这首歌,也不是为今天定情写的,它是前面写的,所以跟今天的定情也不当杠,是吧,所以他唱词呢,唱得非常美,但是跟今天的婚姻啊,或者你情我爱情,也不完全当杠,他就唱了。 那这个唱了里面的动作呢,我就想,婚姻就是叫婚姻,一个是刚才我说的是,有点生病的人,生病的人撑着人,穿了个等风,还在唱给他听,是这么个情景,那个男人就坐在跟情条一样的,对面坐,坐在听他唱。 但是呢,他里面有很多动作,让你感觉到,那么不同,我说的不同,就是说,跟别的行动,我就跟金龙对比,金龙那么暴露的唱词,他可以演得那么寒虚,那么虚拟,那么鲜艺, 让你感觉到这么美,不是很瘦,他这个两个人,一拍即合的一种情感,他唱的时候就唱另外一件事情,这个两人怎么办, 这个两人的身段动作很显示,怎么显示,一个人穿过头部怎么显示, 因为老师教我的时候,我并定在八四年里学这个行动,男儿子坐在这儿,女儿坐在里面。 这女孩跟着男孩讲话的时候,她的手一直撑在那桌子,她是这么看着她,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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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么看着她。 我做的,因为沈老师教我的,她让我做的,沈老师说,你也用那个手看着她,我也这么撑着她,怎么撑着她。 因为想象得住,两个人对坐,她在唱,唱什么,就唱我那首诗,我一面唱,她说,一面唱。 唱的时候,老师说,可以在我怎么撑着,两个对面,中间有一个桌子,就转了。 因为老师说,因为老师说,老师说,他半生不碎,他用嘴角,他用口角,可以转过,就慢慢转过。 两个人,一人然撑了,对面。 小摄影响,小摄影响,对面。 这个情景大家应该说,我们在看前面的孩子们经常看着,没话讲。 是吗?就这么看着,这么看着,对看。 后来我们就从这个对看,又发展下去。 就是女孩子,手先放下,手一个一个放下。 她放的时候,男孩子就把那个手握住,那个手放下,那个手也握住。 两个手。 手的接触在我们古典心里,也不大有。 有,但不多,是吧? 这个时候,两个人手拉得住。 这就像我刚才那样的,这是手绣,这是手拉的手。 这在台上,她还在唱。 她还在唱。 唱的时候,唱的时候,是吧? 这怎么。 这怎么。 这是什么? 也是道理。 也是一種情感的動作 怎麼會有這個動作呢 因為當時我就想起金夢罪 還想起賣油狼 像花魁 收吐啊 那個賣油狼要走了 天要亮了 要去做生意 他剛好跑到門口 一抬腳 走不動 然後那個花魁把他的衣服拉住 他說您 他就唱一句 願這個再生元 就我跟你 今年這輩子不能成婚姻啊 我跟你再做一個下輩子 再接個再生元 碎碎團圓 他拉著他的衣服 小聲的腿在這兒 他拉著他的衣服晃 所以昆菊男女愛情 到一個很高點的手 他就是用這個 那個晃有很多 是吧 拉著手也不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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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拉著那衣服 他躺在地方就拉著衣服 我跟你這個再生元也講 那個小聲就 跟他拉著衣服 然後他也站在那兒 就跟他手架著衣服 所以這個晃 本身是一種情感的表達 所以在這兒呢 他兩個人手碰著手 眼睛看 因為他前後有幾個動作奇事 給你一種奇事 一個人海 還有一個質 非常非常特別 當時我學了 羅惠的戲的時候 我也覺得 這個戲那麼多年沒人演 這個戲很冷很冷的 這個戲為什麼那麼多年沒人演 很冷的 結果我學了以後 我就覺得他有這麼幾個特點 這幾個特點 你要怎麼把它 先別起來 把它亮起來 讓觀眾感覺到 感覺什麼 感覺到他們內心是那麼 那麼燦爛 他們內心是那麼漂亮 讓觀眾感覺到 他們的情感是那麼美 那麼就是靠 靠動作靠表演 靠你抓得住這個點 那麼我跟這個戲 為什麼我跟他 跟那個 當天比 靖夢比 靖夢是那麼 那麼詩密 那麼 那麼 邪密 那麼 虛 虛的 那麼 意淨的 東西 但這個戲 那麼寫實 兩個人就在房間 對坐著 講話 他們講的東西 講完了 婚姻也做了 就在唱 唱給你聽 我們今天就內心了 唱的時候 他們的情感 都挑戰 手拿著手 所以這些表演 都是婚曲 聖誕戲當中 一種精華的東西 我們要認識它 理解它以後 就在做這些動作的時候 我有想法 不讓我做得住 就像我那時候沒有想法 我也跑到這兒 就來一種 沒想法 我做每個動作 我都要有想法 那麼你這個身段 做下去 就是人家說 有味道 是吧 有味道 因為你已經理解了 我為什麼做 所以我說 像金鳳這種戲 當然像這麼詩情話意的戲 在婚曲裡還有很多 但是它是典型 它是最典型 所以它是匯報中的匯報 那麼再說呢 這個戲 這個戲 也是很普及的 很多人都會 很多人都會演 但是真正要把它演好 又是極難極難 那麼難度在哪裏 就是這樣 你不僅要把它的身段 準確性 表演的準確性 唱作艷達的準確性 而且你要真正體會 他們兩個人 在這麼一場戀愛 總的夢境的戀愛中 怎麼表現出來 就是輕重 節奏 一種情景 怎麼體現出來 我下來想請 請兩位來演一段 好不好 我們演一段 那我還可以再講下去 好